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英国的悬疑推理片 梅格雷的十字路口之夜 影片一开场 炮灰叔正打算带着钻石去跟买家交易 然后跟老婆一起到美国生活 他老婆冷淡时说 现在的人都不讲诚信 万一你在交易的时候嗝的屁 我的人老猪黄想改嫁也没那么容易 我看还是算了吧 咱现在手里的钱这辈子都花不完 炮灰叔说这批货价值50万 我必须得干 如果明天早上我还没回来 就说明我已经领了二半了 你带着金银主宝赶快跑 跑得是越远越好 随后炮灰叔开着车 来到一加油站附近准备交易 你还别说 还真叫冷淡神给说中 炮灰叔刚跟对方见上头就丢了命 第二天的一早 吃瓜婶来到了邻居高冷哥的家 这吃瓜婶不仅爱八卦呀 还是个热心肠 没事总去高冷哥家帮忙 顺便呢快谈点隐私场了 这高冷哥家 一共只有他和他妹妹大兄妹两位 高冷哥对大兄妹管得非常的严 整天不让他妹妹出门 吃瓜婶煮咖啡的时候 发现燃料用完了 当他来到高冷哥的车库取燃料的时候 突然看到炮灰叔的尸体 正坐在高冷哥的汽车里 这娘们一声惨叫 当时就吓尿了 转场之后 梅格雷接到了外地同行王大白的电话 王大白说我们这发生了谋杀案 目前嫌疑人高冷哥带着他妹妹 已经坐上了去巴黎的火车 你赶快派人到车站守株待兔 把他给抓住 随后梅格雷手下的探员来到了火车站 本来探员根本就没发现这兄妹俩 可这大兄妹突然大呼小叫的 给探员发信号 因此这高冷哥当场就被火捉了 很快王大白带着手下龙套哥 就来到了梅格雷的工作单位 对高冷哥的审问非常的不顺 这哥们不仅一脸的无辜 而且是一问三不知 梅格雷说既然不是你干的 你为啥不选择报案 而是带着你妹妹往外地讨参 高冷哥支支吾吾似似乎是有难言之隐 梅格雷说你为啥要囚禁你妹妹 高冷哥说我是在保护她 外边到处都是臭流氓变态狂 我妹妹胸大臀翘 出门还不分分钟造枪包 在关于高冷哥是不是凶手这个问题上 梅格雷跟他的顶头上司 还有王大白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顶头上司说肯定就是高冷哥那孙子干 王大白说没错 他兜里有枪车里有尸体的 而且还打算逃命 如果不是他干的我跟你姓 梅格雷说如果他是凶手 为什么会把尸体放在自己的车里 而且审问他的时候 他是脸不红心不跳 我认为这里边一定有蹊跷 法医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炮灰叔是在别的地方领的和汉 然后被人转移到了高冷哥的车里 随后探员询问了加油站的老板和老板娘 老板说我们昨晚晚上吃完饭就上床睡觉 什么也不知道 不过那个高冷哥喜欢收藏互动墙 整天在后面打把连枪法 梅格雷在询问大兄妹的时候 大兄妹说我们家族有精神病史 我的祖父当年一犯病了 就拿着西瓜刀到处砍人 梅格雷一听这乙伯根就窜上一股凉气 急忙派人去监狱 以防高冷哥出什么事 果不其然呢 此时的高冷哥正在牢房里上吊 幸亏探员及时赶到 这哥们才没交饭票 梅格雷说你为什么要自杀 高冷哥说你们警察最爱颠倒黑白下回来 事可杀不可辱 我就是受不了这个窝囊刺 梅格雷说你这眼睛和脸是怎么回事 高冷哥说跳伞的时候出的意外 当时我就向上帝祈祷 如果不让我领盒犯 这辈子我就积得行善 为这个世界做贡献 你还别说我的祈祷啊 上帝还真听见 很快炮灰叔的身份被查清了 原来这炮灰叔是一珠宝商 跟一宗伦敦的钻石简案有关 警方怀疑这炮灰叔在替别人笑脏 随后警察来到了炮灰叔的家 冷淡婶一看急忙提着包从后门撒自撩了 转过天梅格雷把高冷哥给放了 把王大白气得是火冒三战 王大白冲着梅格雷是吹呼的瞪眼 说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高冷哥就是那个杀人犯 梅格雷说你甭跟我人下车的 这案子是老子说了算 高冷哥下车刚来到家门口啊 就被邻居吃瓜婶给发现了 他老公小胡子说赶快去摸摸情况 问问警察为什么把他给放了 高冷哥回到家就跟大兄妹亲上 哎不对啊 他们俩不是亲兄妹吗 两人正说敲敲话的时候 吃瓜婶突然不亲自来了 吃瓜婶说恭喜老弟出狱啊 我来啊是想给你压压经接接风 顺便问问警察有没有抓住真凶 转场之后王大白来到了梅格雷的办公室 说我今儿啊不应该跟你发那么大的火 我来啊是想请你吃个饭再跟你道个歉 这梅格雷和王大白啊以前在一起工作 两人的关系也非常的不错 王大白的老婆跟梅格雷的老婆说 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王平时爱寻花问流 招貌斗勾 我都是睁一眼闭一眼 但这次可不一样啊 很有可能是遇见女妖精 我感觉她要跟我离婚 我已经查过了 那女妖精啊就住在某酒店 我想让你帮我去看一看 冷淡婶带着全部家当准备跑路的时候啊 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炮灰书的子讯 要说冷淡婶对炮灰书那可是真爱 为了替自己的老公报仇 她决定跟警方合作 梅格雷的顶头上司说 你知道炮灰书那天去跟谁交易了吗 冷淡婶说知道 不过我必须先去案发现场啊 替我老公做祷告 完事之后我才能告诉你她去见谁 当梅格雷带人再次来到高冷哥家的时候 高冷哥正打算出门了 探员在跟踪高冷哥的过程中啊 突然被另外一辆车给袭击了 这哥们当时就被装猛逼了 到了晚上 炮灰书的老婆冷淡婶刚来到家后站的 就被人一枪干掉领了 梅格雷带着人急忙去追 时间不大 就把吃瓜婶的老公小胡子给活动了 不过梅格雷很快就发现了 这事不是小胡子干 小胡子说那果园里还有一哥们 冷淡婶是被她给干掉 梅格雷说那你大半夜的拿着个枪在果园里干嘛 小胡子说我就是吃饱了没事干 出来下球转 可这哥们显然是没有说实话 刚一出门马上就领了盒饭 随后探员在果园里啊 找到了那把打死冷淡婶的枪 经过检查发现是高冷哥的收藏品 王大白说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这件案子就是小胡子和高冷哥联手干 梅格雷的顶头上司说 既然这样那就赶快结案吧 到了晚上 梅格雷把俩手下叫到家里开了一碰头会 说我觉得王大白的嫌疑非常厉 这哥们最近不是在酒店打牌 就是带着老婆出去度假 简直是花钱如流水啊 在这件案子上 他表现的出奇的狂闹 一直都盼着高冷哥交换票 而且冷呆使在被干掉的时候 只有他的手下龙套哥不在进场 随后梅格雷和手下展开了调查 知情人李茂哥说 那高冷哥就是一大展望 整天给那些做财小姐和流氓步道 希望他们能弃恶从上回头试案 根据李茂哥提供的情况 梅格雷得知 原来高冷哥的妹妹两年前就死约肺炎 那个大兄妹其实是个妓女 由于大兄妹的业务能力太强了 于是摇身一变 居然成了高冷哥的新娘啊 而那个加油站和那些来来往往的 运送水果的卡车啊 都是王大白团伙转移赃物的公寓 转场之后梅格雷来到了加油站 打开那些备胎一看的 里面全是盗窃来的金银珠宝 老板娘说 本来王大白和我老公啊 干的是有声有色 可有一天高冷哥带着大兄妹住在了附近 王大白对大兄妹是一见钟情欲罢不得 两人一来二去 很快有门能力 不过这大兄妹可不是一般人 当地各行各业的流氓大亨都点过他的钟 也正是这个大兄妹 把炮灰书引荐给了王大白和我老公 他让王大白黑吃黑干掉炮灰书 把钻石据为己有 然后栽赃给高冷哥 当大兄妹收着东西正打算跑路的时候 高冷哥突然带着一身伤回到了家 高冷哥说 王大白的手下龙套哥想把我干掉 可把我吓掉 大兄妹一看气得是哗得乱颤的 于是便想让高冷哥领喝汗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梅格雷及时出现了 王大白和加油站老板 还有手下的龙套哥分完脏之后 提着箱子来到了火车站 打算跟大兄妹远走高飞 不过他们的行踪 早就在梅格雷的坚持之中了 很快加油站老板和龙套哥就被活捉了 当王大白坐在火车上等大兄妹的时候 梅格雷走进了包厢 王大白说 这几十年的婚姻就像蹲监狱 我早就过不下去了 我和大兄妹才是真爱 她活好话少 全世界都单找 影片的最后 梅格雷来到监狱 亲切地看望了大兄妹 梅格雷说小胡子那天带着枪 其实是为了杀你灭狗 因为炮灰叔的老婆冷戴神 只认识你这个中间人 大兄妹说 其实小胡子才是个好人 至少他对我从来没有过闲战 不像高冷哥和王大白 总想把我关在笼子里据为己有 梅格雷说高冷哥可是真爱你 不仅替你出了身 还跟你撑了亲 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汤诗压经 做人必须走正道 遵纪守法很重要 如果胆敢瞎回来 迟早让你浇粉跑